诶,那你老师讲说我现在就是全部都中间都跨到 这种东西的东西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没试过 总之 因为有一些设定的指令不太一样 差了一点点 因为现在好像是 就是 我现在原本是还要放 所以还需要这种东西 对 啊,所以你们现在遇到的就是实浪不能用 对 啊 语德,你有没有用过新的 ZenOS 8的10浪的脚本 来安装 嗯 我还是用7的批减 那不然你去试看看吧 好 试看看 对,试看看应该 这个10浪就 没有ZenOS 8跟7的 差别吧 因为我用Source Code去做也是 也是Compete跟Mac Mac install而已 应该不会有7跟8的问题 应该会有7跟8的问题 诶 这边对 这边是Base in Hoping的部分 然后现在目前是都正常 那呃 我現在 他把那個Base & Hopping的小loop 目前是做 只做五個啦 是不是小朋友這樣會太少了 因為 確實做 我本來是做二十個 確實是能量會持續下降 但是我看 太久是一個問題 然後結構上 可能也沒有變化到 然後 那 這樣子的話 效率是快 不少 我昨天一個晚上八個小時 就可以跑到 結束六百筆的Base & Hopping 所以 如果調五個的話 應該 也算合力 我們Base & Hopping出來的能量 自己過密力買出過的嗎 有 有 OK 然後 還有 話說他 現在Base & Hopping出來的那幾筆 幾筆 幾筆的外觀上面 看上去就差異很大嗎 這邊是我全部拿出來的 對 如果差異很大的話那就很高 應該算是有吧 有啦 對 對 我是說 同一個Initial的結構 我是說 我們 摺疊完之後 它的差異一定會很大嗎 這邊 我現在給老師看 都是不同的 獨立的Base & Hopping 取出來的最後一筆 這邊現在給老師看的動畫都是 對 我是說 摺疊的結構 我們現在重新放這邊 它的差異一定會很大 有沒有確定這件事 這邊都是初始結構 我覺得 是有 有 有不一樣的 有一點的差異 對 像這個就是比較 長條 一點 OK 對 我覺得 應該是有 比較大的差別 我們覺得是有 比較大的差別 OK 對 然後我有去算它 就是這兩條是 楊老師給我們的那兩條 序列 然後 我有去算它 他們 這兩條序列的 與這個 整體RNA的 直心的 距離 然後去搭配它的 能量去 畫圖 就是說 我希望看到 就是說 它離直心越遠 代表它越 貼近表面 那我希望看到 就是說 越貼近表面的 結果 是不是能量會 有越低的 趨勢 我希望看到 這個 結果 然後 然後 你但是每一個 鬥型不一樣的 一直心 對對對 就不會一樣 是 是這樣 所以我 只是想說 是不是有 這個方法 是不是 這個是平均 就是群視線 你這想法很好 就是說我們 反而還利用 實驗上的證據 對不對 還有這種 模擬 它有是不是都 在表面 對 就是 我想證明 就是說 這兩個 實驗證明過的 視體 如果在表面 出現的話 它會不會帶動整個 結構 呈現更穩定的 狀態 那 如果 不看趨勢線的話 好像看不是很出來 那如果有看趨勢線 這邊是 下標 X軸是距離 那 就是距離直心 越遠的 它的能量 好像是有網 雖然沒有很多 可是就是有網 不過這邊才 一百 一百多筆的 這個 比較的依據 你知道嗎 比較的依據 因為你的形狀不一樣 所以離直心 如果是比較長的 你當然會離比較遠 也許 是在 比較長型的兩段 是不是 離直心就會比較遠 除非你的 構型都完全 全部都是 比較圓形 一樣的 差不多的構型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看有什麼 辦法可以 先用那個什麼 迴轉半徑 先做一個初步的分類 然後再用 就是 就是說 把這個 這麼多的結構 如果是在表面的話 就可以給它一個 index 然後不在表面 就是另外一個 index 然後統計一下 在表面跟不在表面的 比例是多少 因為這形狀不一樣 因為這形狀不一樣 你如果用直心 它沒有一個 normal 沒有一個標準化 嗯 所以現在還是要判斷 它 是不是有在 表面 對 如果 所以是直心這個方法 是 不大 看不出來 因為你的構型不太一樣 這不要 好 那我再 想看看 所以這個方法是可以的 只是就是 沒有辦法確定 它是不是真的在表面 對 因為楊老師他確定說 他們這種方法 吸骨一定要在表面 因為內部 他沒辦法向前進去 嗯 像這個case 就是它是在內部 所以沒有辦法 對 如果我們能夠 就模擬出來的 非常多 比大部分都 弱度在外面 比如它 穩定 的結構的時候 確實 這個 實驗上的片段 是裸入在外面 那我再想想看 有什麼方法 好 那我這個 呃 我的那個 影球大學 有稍微 補充一些方法 進去 對 那我試試再看一下 OK 對 那我這禮拜要報告的是 它是 這禮拜也是在做 藥物載體的 那它是透過 Nanoparticle去做 藥物載體 那這個比較特別的部分 只有兩個 一個是它這個 Nanoparticle不是 初始結構 而是 在 呃 溶劑化的 過平衡過程中 這些藥物分子會 逐漸聚集在一起 形成一個 Nanoparticle 而且這個 Nanoparticle 是透過一個叫做 雙向聚合鎂的一個鎂 去透過連結 那這個可以看到 中間這個 這個 中間這個藍色的部分 就是聚合鎂 那 呃 紅色的部分是 藥物一 那 黃色的部分是 藥物二 那這個藥物載體 最特點就是說 它可以同時搭載 兩個藥物去進行 標靶治療這樣子 那 這個 雙向聚合鎂 就是說 它可以同時 內外 都與其他的 呃 藥物分子形成 很輕建的 聚合這樣子 那 所以它也就能夠 實現 呃 兩種藥物搭載的 目的 這樣子 那 呃 這個 主要搭載的兩個藥物 叫 瑞德西維 利諾普利 那它同時透過這個 Nanoparticle去進行 搭載 那外部是所謂的 利諾普利 那內部是 搭載 那為什麼它要 將利諾普利 放在外面 那瑞德西維 就是在做那個 COVID-19 那為什麼 那他說 為什麼 決定是 那個什麼 利諾普利在外面 而瑞德西維在裡面 是透過 之後等一下會 透過動力學去決定 哪一個的 輸水性與 清水性較強 來決定 它 在Nanoparticle的外面 還是裡面 是較為合適的 這樣子 這個是 可是 已經知道是這種 成本 對 COVID-19 對 他說已經經過 靈蟲 對 可是他說 如果只單用 瑞德西維去做 藥物治療的話 會對 肺臟產生一些 比較 不可逆的一些傷害 還是怎樣 透過搭載這個 叫做說 利諾普利的藥物 可以稍微的抑制這個 瑞德西維所造成的 副作用 他們說 所以才做了這個 雙 雙載體的 載具 他是用 瑞德西維 是不是 老實說 四能嗎 他是用 CodeSquare沒錯 但是 他的CodeSquare是自己 發展的一個 蠻特別的 玩笑 這個 這是他的CodeSquare BEAD 他 一個BEAD裡面有 就是 一個 這個什麼 利諾普利 加一個 瑞德西維 加一個 雙向聚合媒基 五個 水分子所形成的 一個 水珠這樣子 這是他 開發出來 就是DPD的 CodeSquare的 方法 DPD喔 對 他說要DPD DPD我們先做很多 所以有參數就可以做 對 他 他有 將他的 那個 Polition 所以就方選 透出 DDPD 整%球都是固定的 但是他可以做非常大的系統 現在DDPD 對 人家拿來做那個 紅血球的細胞 的變形 細胞 對 他可以做到那麼大的系統 那 這個COVID-19 他說 他是一個 由蛋白結構所包覆的RNA病毒 那RNA在複製的時候 需要透過這個叫做 RDRP 這個聚合媒 去進行複製 那 因此 這個聚合媒 成為了一個 非直接針對病毒的 一個所謂的新標靶 那瑞德西偉就是透過這個 針對這個新 這個標靶 這個 聚合媒 去進行他的標靶 那 他說 這個已經 瑞德西偉已經 成功證實能夠 抑制這個聚合媒 的作用 但是在 某些情況下 會造成一些 病患的肺部 有 副作用的損傷 所以 利諾普利 有研究證實 利諾普利 雖然還沒有辦法 明白他是為什麼 能夠 降低 副作用的發生 但是證實是可以 但是目前還不知道 他的作用機制到底是為什麼 但是 反正他們就是先把他 知道他們可以 所以他先把他 與瑞德西偉 作為一個雙載具 的 方法 對 去做 結合這樣子 對 他的系統是 整個 COVID-19 病毒都弄出來 呃 沒有 他完全沒有 藥物而已 他完全沒有去 跟COVID-19 進行 還是什麼穩定性的 測試 他只是做了藥物 那 他 取了兩個 藥物分子 一個就是 剛剛提到的 呃 利諾普利 以及 瑞德西偉的兩個 都是來自 PDB CODE 那 首先 他們要決定 哪一個 疏水性高 才能去確定 他是應該放在 這個 聚合煤的 清水蛋 還是疏水蛋 來引導他成為 成為 對 對對對 讓他決定 他在裡面 他在比例這個 殘酷 只不過受用在做 一些高分子材料 沒有在做這個 方面 呃 好 那他的 呃 他的 模擬專輯 比較 沒聽過 叫什麼 DECIMON 對 這個也有人在用 DECIMON 3.8版 這樣子 去做 模擬 那他的 POTENCIAL FUNCTION 是 使用 去做 模擬的這樣 Fitting嗎 他用Chunk來Fitting嗎 Fitting嗎 Fitting嗎 Fitting DBD的餐廳 呃 對應該是 欸 看來是Chunk O O Plus O Plus 2005 這個去做 Fitting這樣 對 然後是 添加了NAR 0.15 墨濃度的NAR 離子 然後 平衡了50個 NAR 對 然後最後呢 他的目的其實是要把 右邊那個 DVD的參數 點PT出來 最後就可以 用DVD來Repeat Chunk 或是OPLS 的 構成的結果 跟我們現在懷疑在球 是一樣的 那 這邊 這個結果 是他的 軍方跟誤差 那 就是分別是 剛剛提到的 利諾普利 以及 瑞德西韋的軍方跟誤差 以及他的 這個 Biting Energy 他的 Biting Energy 是透過 MGBSA的 方法去 進行 Biting Energy的 計算 那他 下面可以看到 他的Biting Energy 不論是 清建 或者是 凡德瓦利等等的 那個 Biting Energy 都是 利諾普利大於 瑞德西韋 就是說他們在這邊 從這個 Biting Energy 可以看到說 他們 將 利諾普利 作為 清水端 那 對德西韋 因為他的Biting Energy 沒有他來得起來 所以他作為 酥水端 所以放在 這個 Nanoparticle的 內側 那這個 較為清水的 則放在那個 外側 對 那這是他們 DVD模擬 開始模擬的 結果 那他說一開始 他們將 藥物分子 隨機的放在這個 box裡面 那他 隨著時間 平衡 他會自己 聚集成一個 Nanoparticle 那他說 並不是 每一種情況下 都會很完美的聚集成 Nanoparticle 在不同的 濃度 以及不同的 聚合酶 以及藥物 比例下 會 形成不同的 結果 那 只有在 藥物載體 就是 剛剛提到的 雙向聚合酶 而且整個box的 濃度在 10%的時候 才能 形成 不錯的 那其他情況下 都沒有辦法 形成 剛剛好的 Nanoparticle 對 一作者是 藥廠的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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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人 對 中國人 他是 Hospital 湖 湖州 湖州 第一 湖州第一醫院 都是藥學方面 那 最後 大概 是 這樣子 來 有 有 準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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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